今天我们 还要再唱一次下播啊行吧 那我们今天就以这个 这个最后一遍下播吧 把它当成完歌曲 那我唱完就下播咯 你们也早点睡觉 可以把电脑开了 然后 听这首歌 我爱你 有时候会窒息 天空的雨 飘着飘着就散去 我爱你 像个隐形张开手 多少飞鸟穿过 我身体里的回忆 那年我们 三句两首 数的人被问 一茶代酒去向远方 夜景好迷人 再见难逃 侧脸微笑 是往后失眠的病根 从晨光 从晨光苏醒到入梦 我再不在你眼神 我爱你 总笑着不回忆 城市 城市的雨 水不落下心来提 我爱你 我爱你 最后再绝剩一句 就算离别 就算离别 错过 余日至少有回忆 那年我们 三句两首 数的人被问 一茶代酒 一茶代酒去向远方 夜景好迷人 再见难逃 你侧脸微笑 是往后失眠的病根 从晨光苏醒到入梦 我再不在你眼神 今天我们 三句两首 应得人承认 不是不爱 却隔远方 难处彼此人生 再见难逃 我命运的引导 幸好都还快了 原本 从相识到分别再去 你始终在我眼神 那这首歌就靠大家的 去收听和知识打仿了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子豪 对大家早点休息 睡前记得听一听 知道吧 对大家可以多评论几条 你多评论一条呢就增加了加一热度等于 是吧 是吧大家每人评论十条的话就是加十了 你们轻轻的敲打一下键盘 就可以给我加这么多贡献值 然后呢 能够让可能就会多让十个小伙伴能够听到这首歌曲 而这就是你们 做了很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哦 谢谢 好啦那今天就下顾了哦 接着都听这首歌QQ音乐酷狗音乐酷 QQ音乐酷狗音乐酷文音乐都能收到我 这首歌搜索冯提莫或者三局两胜就可以展大了 有字数限制吗 没有好像没有字数限制 你要打很多话吗 写一篇小说我觉得你可以按到一段一小段一小段这样的 就是分别评论 这样写 我觉得比较好 因为它可能有字数限制 就比如说你写一句 我爱你总笑着不回应 好发怂 城市的雨 发怂 睡梦中落下醒来 发怂 你看 这样又是吧 又贡献了多一条的那个评论 然后呢又还写了一篇小说 可能你今天贡献了一千条 那就两三万字说不定 那你可能就贡献个两三千条吧 等着你哦 我这个办法还行吗 中间被别人打断 那你手速要快啊 所以就快点 我爱你 一条迷人 一条迷人 我相信你们的手速是肯定可以的 你们打字多快啊 你们平常发弹幕我的天 随时都在跟我直播互动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是其他人赶不上的 我相信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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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这方面绝对是 就是 有优势 手指的灵活程度 嗯 我觉得看直播的小伙伴 肯定手指的灵活程度 比其他的那个 听众啊 或者观众啊肯定是要 灵活很多的 对吧 你们就别谦虚啦 不会被观想的 咋的来不能评论啦 真实的 信我个鬼 真是相信我 你去试一下 好了 我现在下播了 不要再拖了 都快一点嘍 好了 快去听这首歌哟 睡前记得听一听哦 睡前听三句两声 可以梦到冯提摩 可以在梦里 领取一只冯提摩 拜拜 拜拜 晚安 拜拜 拜拜 晚安 拜拜 拜拜 晚安